每日澳印四方会谈将展开元首高峰会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将携手建立稀土采购链 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最近传说中国要稀土继续要挟美国 去要挟日本要挟欧洲等等事情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全世界当然说要考虑和中国做生意的风险 要把稀土自己找到新的供应渠道了 中共将稀土定位为战略资源 将几乎垄断的市场地位当作外交谈判的穷码 2010年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 中共便切断对日本的稀土供应 2020年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58% 已远低于四年前的90% 原因是美国和澳洲提高产量 2020年美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的16% 澳洲占7% 印度占1% 而日本则是最大的稀土消费国之一 中共当时为什么会就是说出口稀土 是因为它对环境保护比较不重视 因为稀土的开采要耗费大量的水 然后对环境造成冲击 那现在因为西方国家已经有所准备了 所以这个新的稀土供应链 就是来自于澳洲还有美国本土 还有日本的新的就是采集的科技 日经新闻报导指出 四国合作核心项目之一就是稀土精炼技术 也计划提供稀土挖掘 经验联合贷款 还将合作制定国际规则 防止中共管制稀土出口 新唐人亚太电视 新唐人亚太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